小姐到了 我先给你 历叔 我爱你 嫁给我吧 我怎么想起大老板 张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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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羡慕啊 李叔殿刚刚开幕不久 谢谢你 带这么多的媒体记者 还有朋友来捧场 妈 怎么睡啊 张先生 你这个小鬼 做得太大了 李叔 我费尽心力地办这么大的场面 绝对是诚意十足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跪着呢 张先生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你总是找各种的理由来拒绝我 你说你有心上人了 但据我所知 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 你说我大老远地从北京赶过来 这场面这阵仗 你还不满意吗 我没有让你做这件事情 算我求你了行吗 我好歹也算是有名声的人 你说当这么多媒体的票多没面子 你就答应我吧 婚姻不是面子问题 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面子 做这些事情之前 你就应该想清楚 那就是李子的问题了 我的才华 您是能看得见的 人要是不对的话 里里外外都是问题 最想明白的 最想明白的 我还以为这些媒体记者 是你自己花钱过来 给咱们书店造绅士的呢 你跟那个知名主持人 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是我们北京书店的 一个超级VIP 也不止一次地 帮我们离书店做宣传了 人呢倒是挺好的 也磕磕嘻嘻的 我对他就是正常 人家知名主持人呢 刚才我上网查了一下 学历背景经历都不错 虽然说这求婚仪式土了点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既然你觉得他这么好 那要不你跟他试试 袁丽树 你这样说对得起云青哥吗 讨厌 我说正经呢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这北京的书店啊 刚刚找到人跟我管理 我这回来上海 还准备好好地打理一下 休息休息呢 工作跟嫁人男朋友 可以两不误嘛 我这哪有心思想这些啊 这北京的书店刚开 我还准备做出点样子呢 你说你跟风腾在上海 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我要是不做好点 那不是给你们丢脸吗 哎呀 当初呢 让你进公司帮我哥 你不愿意说要自主创业 现在呢又把自己逼那么紧 到时候你嫁不出去 可不要说是咱们风嫁海的啊 不承认的 我还以为你在为我的幸福着想呢 搞了半天 你是觉得怕自己有愧就敢啊 这说起来啊 本姑娘不是不嫁 这要嫁的人呢 吓死你 快快快 赶紧吓死我啊 你说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又给我打电话给我哥吧 你别呀 你能别把事闹这么大吗 我这刚回上海 我可不像一见他就挨他一顿骂 你说你天不怕地不怕的 怎么就那么怕我哥啊 你不怕 我 我有点怕 我也只有一点 嗯 你要骂就骂呗 快点行吗 好 冯先生找我有事 请坐 我是想跟你说一句话 被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 原来要比你喜欢上一个不喜欢的人 要难受多了 而且你把自己的喜欢 那么高调地强加于给别人 这是爱吗 这是骚扰 子飞鱼胭至鱼之乐 再说了 这是立书自己的事情 对 第一我是不知道鱼是否快乐 但是我知道他很不快乐 第二 原立书的事情向来有我管 你说 我的事 确实是他说了算 难道 他就是你的那个心上人 其实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你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骂扰他 封先生 你怎么知道立书的心里就有你呢 难道你是他男朋友吗 我是他最亲近的人 我是他哥哥 你怎么知道 立书 我怎么没听说你还有哥哥呢 现在听说了吗 好 两瓶瑞奥 一个甜橙味 一个蓝色玫瑰 其中一个要冰镇的 好的 你别那么看着我 抱歉啊 那个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找麻烦了 没事 没事 我这哥哥都习惯了 欢迎我们家丽叔回来 刚念想连说你已经有自己心上的人了 你是在应付的 还真的有了 那我都多大了 若有自己喜欢的人 这很正常啊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跟风月见见呢 那 有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呀 我要是先开口的话 那多没面子啊 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 是谁能面对我们家丽叔这么不为所动啊 快来快来 能不能先跟我说一下 你就别操心了 反正我看男人呢至少是以你为标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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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